好,來,練習零試,就剛跟你講過的,照相機拍的,橫坐標是距離,重坐標是高度,就把一個繩子抖出來的樣子,咔嚓拍一張,每個繩子的每一段,都有多高,那你想想看,從圖上你可以看到誰?你可以看到政府嗎?你可以看到波長嗎? 你能知道周期或頻率嗎?好,然後呢,再來,他說從P到Q要0.1,那告訴我什麼?老實說,震動一次,產生一個全波,歷史一個周期,前進一個波長,那P到Q,這是可以知道波長嗎? 那如果是一個波長0.1秒,什麼意思咧?那如果是兩個波長0.1秒,又什麼意思咧?可以看到什麼事情? 好,那第一個,波數,這個波數其實可以不用波的公式算,因為你已經有距離了,也有時間對不對?有距離有時間,用小學就知道波是怎麼算 所以停車站借問,帥哥難,波數多少咧? 你們班有三四號嗎?沒來 沒來,二杯 那再來一次啊 波數咧? 四百公分 每秒吧,每秒吧,每秒四百公分 P到Q四十公分嘛 發0.1秒 距離處理時間要速度嘛 距離處理時間要速度嘛 所以就除完就知道了 就四百 這個不需要用到波的公式嘛 這鼓收的就知道了 OK? 好 好,那前進的波長力十幾秒 P到Q四0.1秒 P到Q四可以看到波長嗎? 有幾個波長咧? 好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有啊 沒有,這都難的 女生有嗎? 有7-7 7號 來,你答案 幾粒 多少 你不知道喔? 傷心啊 老師教育失敗啊 請坐下 P到Q有兩個全波嗎? 他抖一個繩子 把這個整個繩子拍下來啊 照相機拍下來 所以就看出來 平衡波峰到波峰叫做波長 兩個波長嘛 兩個波長 兩個波長是走0.1秒 一個波長咧? 告訴我什麼事啊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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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琦幾秒? 帥哥南 2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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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24 24 25 26 912波長多少?0.05秒嘛 所以就是多少?就0.05秒嘛 剛剛不是跟你講過了嗎? 那你口訣要背嘛,要記得嘛 所以0.05啊 你知不知道你20是什麼東西啊? 你知不知道你的20是什麼? 你知不知道你的20是什麼東西啊? 啊頻率多少? 可愛小女生 女生 13 沒有10號 女生 女生 10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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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誰是10號 多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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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 20喔 剛對喔 20嗎 不錯 30 每個人都不明明 40 啊為什麼20 因為Q一個週期互為 倒數 這個反過來就好了 920 OK 啊 從最高點到最低點 歷史一個週期 前進一個波長 上下4個政府 上下4個政府 從最高到最低呢 有幾個政府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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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概有經過幾個週期啊 然後 巴巴巴巴巴 就解決啦 可愛大帥哥 下一個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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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個男叫32 32 那個 考一個考一個很高的傢伙 第一名的傢伙 啊 你用什麼 10公分 他問公分嗎 他問秒 0.025 0.025 你做喔 你為什麼告訴我10公分啊 最高到最低兩個政府嘛 就兩 二分之一個週期嘛 因為一個政府幾個 一 一個週期幾個政府 四個嘛 震動一次 產生一個全波前進的波長 歷史一個週期 上下四個政府嘛 週期不是知道了嗎 切一半嘛 切一半 0.025 啊跟剛才一樣 他週幾公分 震動一次 產生一個全波 歷史一個週期 前進一個波長 上下四個政府 那所以前進幾公分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九號 九 九 答案多少 十公分 十公分 歷史二分之一個週期 前進二分之一個波長 對不對 一半 十公分 這個跟前面的差不多 了解基本概念就會了 可是給的圖形不一樣 立體跟練習給的圖不一樣 一個叫做照相機 一個叫做攝影機 你可以看到的東西不一樣 請你看清楚你在看什麼圖 然後知道什麼事情 做好該有的判斷 OK嗎 OK